像我我自己本身也是就是去住就是是台北人 就是我小時候在台北 然後像很多朋友或最近大家都從去探討就是說 很多不同城市的一些小公司或社區產業 可是我們如果反過來講說 如果身為台北人是一個起點的話 那我們會不會是最終是一個中年 我們開始來探討一些台北的一些社區產業的小公司 非常好本來就是應該就是說 可是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兩面性 就像說我們也不能夠一直只關心在我們台灣島內 我們也是要進去 有時候要踏出中正機場去看國外 可是最終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自己 關心我們自己身邊的人事物 關心我們身邊的問題 那當然以台北跟台灣其他地方的相對位置也是一樣 其實像我做這樣的這些報導 當然一定不會說只是要給台北以外的人看 而是我覺得他們這些故事其實對於在這些 我們不要講天龍果有點傷人 就是說在我們這個首都圈裡面的人其實是很有啟發性的 就像我之前也一直跟大家分享說 我會離開媒體 我會去做那件那麼討厭討人厭的事情 很大一部分也是受了這些 我在我的小革命的採訪過程裡面 我被那些人物感動 我被那些人物感動說 我被那些人物感動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在做這些笨蛋才會做的事情 我常常講說我的小革命 如果給他一個副標題叫做那個笨蛋列傳 或傻瓜列傳 可是那傻瓜有時候是很可愛的 就像那個有部印度電影叫三個傻瓜 對不對 那其實我覺得台北窗刺了太多聰明人 可是有時候我們當我們看到台北以外 有一些不那麼聰明 可是是很認真在生活 然後很認真在做事情的人的時候 那反過來其實是可以讓我們自己是有一些借鏡跟警惕 那當然回到我們身邊 從我的小革命開始 他這一系列報導其實也是要提醒我們自己說 那我們自己身邊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 有沒有什麼從我們的門外的水溝開始 到我們社區裡面的路燈 或到我們 搭到我們城市裡面的風景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讓它更好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反身性的一個過程 是 然後也有我有一個偶像叫沈經理 他現在之前在秦大然後現在到台大新聞所 是 你對想當記者的學生有什麼建議 然後要怎樣才可以像這樣 還保持這麼有活力這樣 其實我過去一兩年去很多學校 尤其是傳播科系的學生 我都會強調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走進去 發現大部分的人臉色都是很凝重 因為現在台灣的媒體真的景氣很不好 連壹傳媒都要賣 然後 而且台灣的媒體記者的職業聲望跟 是很低落的 大家想到記者 以前沒有那麼低落 所以我現在大家想到記者就是 反正就是 很不好聽的那個 然後啊 所以說我看到大部分傳播科系的同學臉色都很鐵青很凝重 然後聽我講完了 就更鐵青更凝重 所以說可是我就常常鼓勵他們說 嗯 最壞的時代裡面都還是有最好 都還是有相對比較好的環境跟可能性 而且有時候 越是不好的環境 越是不好的時代 你越有機會去開創一些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說我一直也鼓勵 有志於做從事新聞工作這一行的人 你就想辦法 你進到體制內也好 很好 我非常鼓勵大家進到體制內 不管是不是旺中 不管是不是蘋果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常常去形容說說 記者這個行業是讓 相對來講 在各行各業都有各有優缺點 可是記者這個行業有他的很大的缺點 而且蠻致命的缺點 可是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他可以讓一個很年輕的人 更快速的看到這個社會跟這個世界的一些 不容易被看到的那些層面 那些面向 我覺得這個其實對於一個年輕的工作者來講 他會有很大的內在衝突 可是如果他夠認真也夠強悍 他相對來講他成長會很大 然後等到他有一天他覺得他學習夠了 或者是說大部分會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他慢慢慢慢就變得 比較有那個空間可以去大聲跟主管大聲講話 或拍桌子 剛進去我不建議你剛畢業同學一進媒體就拍桌子 之後隔天去上面可能發現桌子會不見 你的椅子也會不見 可是慢慢慢慢等到你像荷隆信這種 他當然像我們到後來就常常跟老人拍桌子 拍完桌子 有時候有用 有時候只是讓桌子變得比較乾淨一點 可是至少桌子不會不見 可是我常常也鼓勵別人說 如果有一天你覺得你夠了 要嘛就是你覺得我要去追尋另外一種人生 要嘛就是我覺得我不想要再忍受下去了 那時候你再離開 而且很重要是你帶著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去看到的你學習到的 或者說你認識的這些珍貴的朋友 再離開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後悔 重要是說你到底為什麼要進去 然後你在過程裡面 你是不是常常一直記得 我為什麼要進去這件事情 那我為什麼講這一點 就是說我有時候啊 碰到演講完 最怕碰到一種學生 我碰過高中生也有 大學生也有 就演講完啊 演講過程裡面 張了兩隻眼睛非常認真的聆聽 演講完啊 就很熱情地衝到裡面前說 那個黃先生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怎麼樣可以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去當到一個電視台的主播 我好想要當主播這樣 然後通常我就會兩條線這樣 三條線 其實我不是說當主播不好 主播有主播的專業 雖然在台灣 呃 有 就是好的主播 或者說有權力 或有能力去掌控新聞的主播 很少很少 可是至少 主播不是一個全欄我認為不可以做的工作 可是主播是一個遠離新聞現場的工作 所以我通常會很委婉的建議這樣的學生 是說 你最好先去當幾名記者 再來當主播 你更知道 SNG車的另外一頭 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通常會給他們這樣的建議 那我如果說 如果說要給你的朋友的建議的話 我覺得也是回到那個問題 他為什麼要當新聞記者 新聞記者坦白講 爽的時候也很爽 就像我這樣 跑來跑去有人幫你付車調錢 有人幫你付旅館錢 然後有人願意跟你聊天 那聊完天之後 然後你把它寫成一篇文章 你就以為薪水可以賺了 這 往好的地方這樣講 跟往壞的地方講 記者有時候他的生活品質是不好的 常常要工作到很晚 然後工作時間很長 而且往往別人在休息的時候 你再工作 那你可能對你的家人 會有很多的虧欠 這也是我現在為什麼 我堅持不約 只跟天下保持一個特約的關係 因為我想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給我的家人 那可是如果他想清楚了 他認為這些都值得 那就去做 然後碰到挫折 不要輕易退縮 然後努力撐下去撐到 他覺得他已經夠了為止了 有任何問題 他如果跟新聞上面 工作上面有任何問題 歡迎他寫這個email給我 請註明說是你的朋友 就這樣 謝謝 就今天主題來講話 因為我本身自己是住基隆 然後我看到各地 會有這麼多 就是您觀察到這麼多精彩 這麼多豐富的故事 那基隆相對來講 似乎在文化或是很多層面上面 來講 他的聲音會比較小一點 那就您 就是說 這幾年觀察下來 基隆他到底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然後對您來講的話 基隆他文化面相 或是在其他面相來講 他需要被 就是說可能要被關注到的焦點 對 因為他的聲音一向都比較小 那我本身 就我來看 跟別人來看基隆 的那個面相其實都不太亮 所以我想知道說 今天是 如果說從別人來看基隆的話 那大家會覺得 基隆是呈現出一個 什麼樣的文化氛圍 或是他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您看得到的 我的確對基隆 專業上面 對基隆涉略不深 可是基隆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可惜的城市 那基隆他之所以 會沒落 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 台灣的產業結構的轉變 然後基隆原本是北部 最大的港口 那後來因為港口沒落了 那整個基隆整個城市 相對也沒落了 然後 包括 其實一個很可惜的是 基隆其實有一些 不錯的觀光資源 包括基隆廟口夜市 到現在還是蠻熱鬧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然後基隆其實那邊八頭子 那邊其實 有些地方其實是 有些不錯的觀光資源 可是大家現在想到 想去玩 大台北地區 想去玩幾乎就是想 直接跑去東北角 可是大家去基隆 反而不是那麼 驅動力不是這麼強的一件事情 我其實我也覺得很納悶 那我當然也不能夠怪那位 那個張 自稱是混蛋的市長 那我覺得 可能是需要有 如果說 以小混賓的角度來講 或許如果基隆在地 有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 開始去推動 類似用於那種社區營造的方式 去推動一些 其實基隆是一個 很有文化底蘊 或者說很有歷史脈絡 或甚至是歷史光榮的一個城市 怎麼樣可以讓 基隆重新有這樣的光榮存在 或者說重新有這樣的光輝存在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努力 值得努力去想 努力去做的 然後講到這個 忍不住分享一下說 我就 你剛才一講 我一邊講一邊講 那我認識什麼基隆 後來想到有一個 就是我念大學的時候 大三大四 我就去考藍寧劇房 考藍寧劇房 考藍寧劇房 那時候就是好玩 就想學表演 然後一直到大四 我們就是全球 不是全球 全台灣公演 巡迴公演完 公演完之後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為大四準備畢業 要去當兵了 然後那時候剛好 那個電視台有一個很 那時候很紅很很很很的 綜藝節目 也是王偉忠的成名作 叫做聯環炮 他們 你們有聽過嗎 你們很小吧 歪妹 那個你們有改上那個年代 那我們其實沒 年紀差不多 哈哈哈哈 好啦 然後那時候聯環炮想要找 新的演員 喜劇演員 然後他們就找藍寧劇房推薦 那藍寧推薦了兩個人 那一個是我 然後問我要不要去試鏡 我就說不要 我說我要 快要當兵 我想要好好去玩 我還不要去演電視 反正因為 也沒多久 我就要當兵 我就拒絕了 另外一個朋友 另外一個我們同團的團員 他是基隆人 基隆暖暖那邊的人 他就去 去應徵了 然後就 就從此以後 就踏上諧星之路 那個人叫做許孝順 哈哈哈哈 對 所以他是基隆人 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 我可以幫你介紹一下 你們可以討論一下 基隆如何 重返以前的榮光 謝謝